好 今天上次我們請到的對談來賓 是無黨籍議員候選人毛嘉慶 嘉慶哥早安 真榮早 大家早 嘉慶哥我們想要跟您請教的是 昨天我們看到很多新聞都說到 陳時中他在掃街拜票的時候 頻頻遇到民眾來嗆聲 甚至好些民眾當著他面就這樣比到讚 包括了這樣子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徐曉星他也認為說 對像這樣子的狀況 民進黨在賭支持者 他的投票率 賭基本盤到底都會不會出來投票 甚至說是賭藍營的人 有沒有踴躍去投票呢 對此嘉慶哥有什麼樣的分析呢 我覺得這個是 確實是各界現在必須要觀察的重點 也是一定是民進黨會想辦法 就是說大家從他們 政治防疫開始看 就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為什麼 民進黨不希望有高的投票率 因為陳時中也好 還有林佳龍一直到 你說我們桃園現在 鄭文燦鄭運鵬 大家都在賭的就是 能不能把所有民進黨的支持票 給催出來 那也就是說舉例來講 為什麼蔡英文會講說 她的支持者要出來 她的支持者不出來的話 這個他們抗中保台可能就會 沒有辦法延續啊什麼 她每次都一定要用這麼煽情的語言去催票 原因就在於他們知道中間選票 這一次要投民進黨的可能性是很低 而且他們現在操作的地方都是 但是不只兩組對決 不只兩組候選人對決 也就是說跳脫原來這個藍綠框架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把自己的基本盤全部鞏固好 然後能夠出來 就像他們說如果陳時中能夠拿到三成六的選票 民進黨的在台北市自己估出來 自己的基本盤應該是有三成六 如果他們的票全部出來 然後你又在整個投票氛圍不高 就是說很多人甚至是冷漠冷淡 在看這一次的選舉的時候 當然很多選民其實是 我覺得所有這次人物也都要檢討了 就是說為什麼過去這麼幾十年的地方自治 然後選舉走到投票前兩天了 大家知道再過兩天的這個時間 已經是投票的時間了 那大家都還很多人覺得 投給誰有什麼大差別嗎 我們的生活真的有變好嗎 不都這些政客在那邊鬆歪歪人知道嗎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大家就可以理解 尤其這一次的選舉 平心靜氣的講 全台灣22個縣市 同時在進行的九合一選舉 大家自己扪心自問一下 真正提出這個政見的有多少人 真正提出政策可行的 福國立民的 大家可以理解的有多少 真正把這個節省鋪張浪費 然後用於民生的 大家感覺更清楚 幾乎就是沒有 你在看這些選舉 如果選嫌與能 那在這一次九合一選舉 我們必須很誠實 也很這個 要大家可能真的想一想 怎麼樣去自覺 就是說為什麼樣 在什麼樣的氛圍之下 跟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候選人跟主要政黨 他們提不出牛肉 或是說他們只是騙人 然後大家都被騙怕了 所以說投票率這一次 預估是會低的 預估是會低的 可是你在投票率 如果都低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很大家擔心 跟吊詭的狀況發生了 就是說那那種討人厭 跟不被喜歡不被信任的人 如果他騙到了一群人 如果他的死忠支持者 如果民進黨的基本盤 真的都出來了 如果他們的基本盤 真的都出來了 而你其他跟他對決 對坐的這個勢力 卻沒有集結好 或是大家覺得說 哎這個 反正誰的輸贏 好像跟我們也無關 雖然這是一個事實 雖然這是一個事實 大家會覺得很痛苦 但是如果說這個 對打的擂台上 一個人他的可能 就是說他獲得的支持 或是說人家下注在他身上 的關注比較多了 那另外一邊 卻叫好不叫做 那最後出來的結果 可能真的會如 蔡英文跟民進黨的選盤操作 就是說 反正我們再爛 鞏固好36%出來 我們就是贏了 因為他們精算過的結果 就是這樣子 那蔣萬安也好 或是另外一組 黃珊珊也罷 如果這個操作棄保 跟到最後竟然怎麼辦 票還分散 或是說大家沒有說真正 自己能夠鞏固好自己的支持者 然後只靠一些這個政治盤算 那到最後運作出來的結果 大家覺得誰算得過民進黨 誰算得過蔡英文 他們在操作這些東西的精密度 以及說他們會運用仇恨 去做動員的整個狀況 我相信在台灣是這個 沒有第二個人選 可以跟他們相抗衡或比拟 那問題是你要讓他 真的能讓他得逞嗎 陳時中講了這麼多謊話 做了這麼多破爛的事情 然後現在民眾 大家看得到啊 這個所有沿街就是給他比倒站 沿街就是在覺得說 你這種人對不起大家了 你還敢出來丟人現眼成這樣子 那問題是你真的能用行動 去把民進黨打叉嗎 你真的能夠集結起來 在兩天後的投票時間 去展現屬於你自己要的民意嗎 大家這個時候要很冷靜 甚至說把自己的 這個屬於小部分的私人比較小的喜好 或好惡放低一點 去想想看如果你 跟大家的目的 共同的目的是下架民進黨 跟排除陳時中或是林佳龍 乃至於我們桃園的鄭運鵬 那你是不是先把自己的好惡放低一點 先把主要目標達成 我想大家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要不然投票率一低 民進黨的勝算就會高 好 我們謝謝嘉欣哥這麼精彩的分析 當然我們就是要呼籲大家 一定要去投撒你珍貴的那一票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栓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購